近日有人在美版知乎问了一个问题称 以色列人是怎样评价中国和中国人的呢 而随后外国人各种各样的评论也是十分有趣 此外有一则评论还牵扯出一则往事 众所周知 正是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力的提高 越来越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180度转变 甚至有不少外国人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 或是体验忠实生活 甚至就连对中国的评价也成为了备受关注的话题 有外国网友在评价中国人这一问题上表示 中国人非常自律聪明友善 此外对于探索未知事物上充满了好奇心 这一点从中国近年来各种科技成就上可以体现出来 而在提到中国时 有一位以色列网友甚至拿出了一组数据称 在过去十年中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七倍 而且不得不佩服中国在教育方面的投入 如今中国的十字率几乎接近97% 而中国高铁作为中国名片 如今运营总里程甚至还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里程 甚至有以色列网友表示 中国将取代世界霸主美国 当然说到中国发展对全球的影响 自然也离不开中国制造 实际上很多外国人都非常青睐中国的一些优秀品牌 比如说华为小米等 在评论中就有一位买过华为产品的国外网友表示 他认为华为小米的产品就非常好 尤其是手机笔记本电脑 举例一说 去年小米推出一款Mi Air系列笔记本电脑 从各方面性能都不输给苹果的MacBook Pro 而且价格还要更划算一些 中国制造物美价廉 民不虚传 值得一提 中国华为已经逐渐成为全球性的企业 在国际市场拥有一块立足之地 在5G领域 华为甚至还成为了这一领域的领衔企业 就在最近 华为还发布了全球首款5G基战核心芯片 华为天纲 这也说明了中国制造在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以至于不辜负全球人对中国的期望 此外 有一个年龄大一些的以色列人 提到了一则往事 曾经在二战期间 由于纳粹大肆迫害犹太人 当时令人意外的是 中国人没有任何条件地 接纳了大量犹太难民 中国上海哈尔滨 也成为了当时全球 接纳犹太难民最多的城市之一 所以说 我认为犹太人应对中国充满感激